很多人都期待的风灾港景远离 生活要回到原本的样貌 对于很多在太马里头的老人家来说 独居长者他们的善后工作 进行的并不是这么顺利 有很多的老人家在风灾当中 他的床铺泡水了 灾后好几天是睡在地板上 慈激志工得知消息之后 今天组成了一只送床大队 这个床是一张一张的福会床 挨家一户送给老人家 每一个人还附赠了毛毯 还要教导他们这些折叠床 该怎么使用 从市区出发约半小时车程 太马里有人在等待 有人好紧张 来 阿伯来 看这个就是 来 阿伯怎么能睡 来 咖喱 咖喱 来 咖喱 好 这样 这把它放进去 你倒看看 这可以做面秤 这可以用的啦 可以用 你倒进去 这可以倒 打开 然后这边小心 这个打开就平 这样 把它背进去就能打 该舒适了 该舒适了 该舒适 可以啦 很先进 好啦 舒服啦 躺着舒服啊 灾后床坡泡水 一地而睡 这把老骨头 终于能少受一些苦 美和村超过80年的 TOKATSU 屋主 心也很痛 要买 它那边也没得到 现在睡哪儿 走到隔壁 像铁皮公寮的屋子 如果我睡这里 好 不过 坐 睡了 或者坐是朋友来 可以坐 不只有我自己而已 有没有这么一些 朋友在这里跟我就看 关门 所以我不知道 感恩啦 福惠床成了 乡亲安心的 另一个代名词 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江文龙 陈秀云 庄慧珍 台东报道